台灣文博會 台灣文博會今年邁入第八年 以從身體創造為主題貫穿三大展場 分別在松山文創、原山徵宴館 以及華山文創展出三大重點主題 松山文創園區規劃為六個區域 匯聚國內外多個設計工藝品牌 呈現世代的設計思維 與創意能量 現場我們看到來自日本的折紙飯糰 透過紙的設計折線 便可捏出各式形狀的飯糰 只張選用可多次使用的材質 環保又便利 布吉納法索的編織藝術 同樣被帶進松山文創展區中 展現多元設計文化 想要找尋設計靈感的你 千萬不要錯過 再次請 Olga 爹 請周園區 趙周園區 便利 靜頭來到園山徵宴館 以圖像創意之為為主軸 結合文化、潮流、生活 以不同的授權商業模式創造合作可能 也藉由創意 著說生活 各個可愛題上創作 屬於圓山間驗館 累積滿漫課業與工作壓力的你 近到這裡也能立刻被這些療癒圖像 所融化而釋放所有壓力 還等什麼快進來找到屬於你的可愛偶像 華山1914文創園區為全區策展 主題擴及自然 視覺 公益 音樂與時尚 藉由身體的思考與探索 逐步拍起感官 刺激原創能力 並發現平常事務中的補皮粉